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李清源 日前中国政经领域已经出现巨大反常信号 不断加大人们的恐慌情绪 外界普遍估计 未来中国的形势会很可怕 社会矛盾即将大爆发 中共政权难保稳定 据悉 中国正在掀起史无前例的逃亡潮 亚洲新闻周刊总编黄金秋表示 现在润学成为国内的险学 是比较热门的话题 他的很多朋友在研究怎么润 怎么办移民 有上海中小企业主告诉海外媒体 31日有消息传出 当局还要坚持动态清零5年 好多地方都在建永久性方舱 大量的富人都跑了 还有消息指出 很多浙江的老板 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想办法换汇 然后带着钱离开中国 据说现在中国各大银行 已经出现顶不住的信号 陆续有多家银行发生挤兑 未来如果地方银行不断被掏空 已经捉襟见肘的中共 没办法帮忙完全解决问题 储户就只能自己吞下损失 这将会引发社会矛盾 恐怕会危机中共政权的稳定 另外11月1日 中共财政部还发布通知 要求行政事业单位 通过市场租赁或出售等方式 盘活闲置的国有资产 以便自筹部分资金来补贴平衡收支 通知强调 资产盘活工作是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以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的重要举措 要求各部门高度重视 舆论认为 在疫情冲击和国有土地销售收入 急剧下滑的背景下 中共财政不辞举 凸显出政府负债率高 财政紧张的困境 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龙在领书发文说 中共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 钱袋子守不住的话 枪杆子刀把子也会动摇 因此接下来各种变相加税的手段都会使出来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你的财产要拿出来共产 也就是要抢钱了 经济学家李恒青曾指出 从历史案例来看 金融危机往往导致政治后果 例如1948至1949年 南京国民政府出现金融危机影响国共内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韩国泰国及印尼政府倒台等等 这是因为其他普通经济危机只涉及有关人群 但金融危机涉及所有的人 涉及他们全体身家性命 因此金融危机常引发政治变迁 另外习近平在连任总书记后 随即率六常委赴延安和红旗渠纪念馆视察 并指红旗渠精神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 要年轻一代发扬鱼工移山自力更生精神 还称社会主义是拿命换来的 外界认为种种迹象显示 这是习近平对中国老百姓打预防针 要大家对长期清零与世界脱钩进行思想准备 继中国多地重启供销社后 又传来重建国营大食堂的消息 不禁令人怀疑中共恐要重返计划经济 苦日子又要来了 也有学者认为中共在搞稳固政权的新花样 10月31日中共国务院住建部以及民政部发通知 要求各市区寻取3-5个社区开展完整社区试点 其中包括配件社区食堂 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 两年后全国推广 澳洲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 建设区食堂妨碍了市场经济 完全在倒退 说明中共对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化非常恐惧 美国经济学教授谢田叶认为 这种做法是为了经济崩溃后 中共可以用供销社大食堂的方式 恢复到原来的配给制度 从而更利于中共对老百姓的控制 稳定社会局面 近日在大陆微博上 网友也开始热议 以后谁家自己开火要上门砸锅了 就怕把你封闭在小区 不许买菜买粮 让你自愿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则指出 中国现在的GDP结构中 民营和外资占可观比例 不可能全面恢复计划经济 如此会打破改革成就 社会也不会接受 不过他也提醒 地方在执行过程中 常常出现政策变形 要观察未来试点落实 是否出现不公及政治化泛滥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中国食品人士的分析 如今的小区食堂 是计划经济年代食堂的翻版 只有内容上跟之前有大差别 此外 这个时候建食堂 表明中共客观上 已准备与西方决裂 时事评论人士马聚分析 与当年合作社相比 今天好像是为了战事状态 这一点从清明常委 只喊斗争口号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 马聚认为 此次也是为了通过食品物资等 来控制民众 其目的是随时随地实施紧急状态 同时也不排除与美国拼天下的可能 经济学家张曙光撰文指出 当年毛泽东把公共食堂看成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重要的问题 其原因在于它是共产党极端极权的集中表现 强行实行生活集体化 强行进入私人领域 不但违反人性 也违反常识 走到极端就会物极必反 吃饭不要钱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最后在中国出现普遍的饥荒 大规模的死亡 11月1日 中共副总理胡春华在北京向习近平代表中引发关注 此外对于胡等人的出局 外界总结称 中共接班人已成高危职业 没人敢接班 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 胡春华在北京出席了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建设 及秋冬三农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称要贯彻二十大精神 落实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 这是中共二十大结束后 胡春华首次亮相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毅表示 因为胡春华的储君印记会被习近平视为威胁 为了保命 胡就得做这种非常肉麻的表态 澳洲政治博士林松说 不仅如此胡春华还要快表态 不然会被怀疑不忠从而被整 另外此次新一届常委名单 令外界大跌眼镜 习近平携四名亲信如常 全面掌控中共权力核心 反派的李克强汪洋出局 被视为习近平热门接班人选的陈敏尔 意外没有如常 而前总书记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 甚至失去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彻底出局 外界认为中共二十大高层戏牌 接班人魔咒再次出现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 中共历任接班人都是高层内定的 但这些人大多难以善终 现在看起来是习近平并没有主动去找接班人 但事实是没有人敢当他的接班人 因为结合中共历史指定的接班人最后下场都很惨 中国政治专家史宗汉也表示 事实上没有人愿意承担被认定为习近平接班人的风险 也没有人愿意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习可能会继续更多任期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则认为 陈敏尔的资历并不比蔡奇丁薛祥差 他之所以没有入常 其实是习近平不愿发出他想退休的信号 习近平不仅盘算他的三连任 而且准备终身指正 当最高领导人一旦指定了接班人后 底层的官员会向未来的这个权力最大的官员靠拢依附 这样就会对习的极权不利 这是习近平很担心的事情 近日对于西方世界孤立俄罗斯 中共能否停下去 俄罗斯知名反对派领袖 前世界西洋旗王卡加里·卡斯帕洛夫爆料 中共曾向美国总统拜登提出 用普京换台湾的交易 但美方表示不接受 这说明普京政权注定复亡 卡斯帕洛夫接受乌克兰观察者电视专访时指出 这场战争将到明年春天结束 以乌克兰胜利告终 届时俄国证据将被改变 普京政权也不会幸免云难 卡斯帕洛夫还预言 俄国战败后恐沦为中国殖民地 也可能失去一些土地 他还说到 同为七十大寿 习近平向塔吉克总统发出祝贺 却没有祝贺普京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主持人询问 习近平愿与美方谈论 台湾 俄罗斯等关键议题 是否意味着两国已准备好谈判 世界命运并构建新的安全机制 卡斯帕洛夫回答说 既然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得绝对权力 他就不会放弃 尽管中共鼓吹自己是统一台湾 但实际就是占领 卡斯帕洛夫续指 习近平曾直接向拜登提出 我们交出普京 你们交出台湾的交易 但拜登不可能接受 因为现今美国工业依赖台湾 如果这个经济战利品落到中共手中 其会变得更加强大 而俄罗斯的崩溃 意味中国有机会占领俄罗斯 在远东和西伯利亚东部的土地 对此美国人还没有准备好 他补充说 习近平很清楚普京已经输了 所以才用交出他来换台湾 对于中共来说 这非常划算 因为台湾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地方 据悉 卡斯帕洛夫曾与深蓝超级电脑对决而闻名 离开奇坛后 既活跃于政治领域 成为俄国反对派代表人物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